然後這邊是cos cos 減掉cos的30度 cos的30度是誰 2分 功耗3 然後這裡是sinx 然後再減掉什麼 兩倍的cos 這樣寫沒有問題喔 沒有問題的話 來你看喔這個打開會變什麼樣子呢 這個2乘上負的2分之更耗3sinx 這邊會變成負更耗3 的什麼東西 sinx 然後這裡有一個cos對不對 再減掉兩個cos 所以會減掉什麼 減掉一個cos 我有沒有寫錯 沒有對不對 你寫到這邊可以嗎 你看一下行不行啊 你有寫錯嗎 好 那寫到這裡之後你知道下一個動作做什麼嗎 我們要做疊合 所以要把什麼東西提出來 來 把這個東西提出來 負更耗3的平方 還有什麼東西 負1的平方 把它提出來喔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我們的標準sop就是這樣 請問你我事實上是提出哪一個數字 是不是2 所以後面這裡要寫什麼 後面這裡是sinx 乘上 來 哪一個東西 2分之 負更耗3 對不對 然後 再加上 cos 乘上什麼東西 2分之負1 好 寫到這邊我等你喔 這個 有點難啦 快點快點 可不可以 想想看喔 寫到這邊喔 好 你應該要慢慢注意到我的寫法跟課本不太一樣對不對 做法有一點不太一樣 你知道做到這裡接下來要做什麼事嗎 來 這是sin 所以這個傢伙要看成誰 cos 來 把它空起來 這個傢伙你要看成cos θ sin cos cos sin 來 這個傢伙你要看成sinθ 通常這裡就要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寫θ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是特別的角 cos是負的2分之跟耗3 sin是負的2分之1 可不可以先問一個問題 這個θ在第幾項線 在哪一個項線 sin跟cos都同時會是負的 3對不對 有一些同學其實心裡已經知道這個角度是多少 我相信 其實知道同學可不可以告訴我這個角度是幾度 哇通不出來喔 30度 第三項線呢 第三項線的30度就是180再加30度 其實是幾度 是210 但是有人說老實我不行啦 這個 太太麻煩了 我上次都不會看 不會看沒有關係 我教你喔 畫單位園 真的 單位園是萬用的做法 只是他可能有時候會花你一點時間 來你再畫一個單位園 因為我真的覺得有些同學 還是不太會看這個東西 好不好 畫一個單位園 快點快點快點喔 我就教你嘛 這個東西其實 很簡單的 你不要用背的好嗎 第三項線喔 然後sin是高度變化 所以負二分之一 那個點在哪裡 那個點其實在這裡 對不對 這是不是負一 對吧 這個負二分之一 這個點 這個位置應該抓這裡 來這裡是 S座標是負的 二分之根號三 Y座標是負的 二分之一 這樣可以喔 來抓過來 快點我等你喔 這是P點 來 我們要問的是這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就是θ 好 這個θ到底是幾度 你說老師我不知道 教你一個想法 來我跟你說 你把這一段把它延伸 延伸過來 來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裡有一個Q點 這Q點的座標是多少 欸這兩個點的中頂 剛好是圓點喔 所以這兩個點 一定都剛好怎麼樣 S座標跟Y座標怎麼樣 是不是差一個負號 所以這個點的S座標是誰 二分之根號三 他的Y座標是誰 二分之一 那這個東西你一定很熟 請問你 這個是幾度 30度喔 對不對 sin的30度就二分之一啊 太容易了 那我問你嘛 這個30度 國中有學過 那這個角度 這個叫什麼角 對頂角 所以這個是幾度 30度 所以你現在要找的這個θ 他是180再加30度 所以你這時候就可以確認 來你的θ是幾度 210度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個能力其實有些學生並沒有具備喔 他看到這個東西 他沒有辦法去寫出這個θ是幾度 對有些學生來講是有困難的 好那我再問你一件事 210度他可以寫成幾拍 6分之幾拍 7拍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終於可以做疊合了 這個疊合之後 他會等於多少 他會等於 有2 然後這邊是sin x加還是減 加加什麼東西 6分之 7拍 哇 你懂嗎 你懂嗎 你看終於疊合出來了 這個題目很簡單喔 他問你最大最小值 對不對 疊合之後 做出來 請問你最大值是多少 最大值是2啊 對不對 這個交流是在正負一之間 所以你乘2的話 那個高度是不是 接直方向拉長兩倍 最大值是2 那請問你最小值是多少 負二喔 不過我想啦 這個我們是數位對不對 這邊要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來這個問題講完 我們這場課就可以結束 旁邊寫一個key 這個key很重要 寫上去喔 寫上去喔 何時 會有最大值 如果你只是會求最大值跟最小值 那是沒屁用的 什麼時候會有最大值 什麼時候 會有 最小值 來你把這個寫上去 什麼時候會有最大值 什麼時候會有最小值 我做最大值給你看 好不好 啊最小值 你自己回去看的辦喔 來我做最大值給你看喔 如果要有最大值的話 請問你 兩倍的Sign這一坨東西 來如果要有最大值 兩倍的Sign 來這裡是x加什麼 6分之7π 來請問你 他要等於多少 如果他有最大值 他最大值是多少 是不是2 所以他是不是2 那請問你喔 這個時候代表說 Sign的 x加上什麼 6分之7π 應該要等於多少 這看不出來喔 這個交換要等於多少 1啊 然後我再寫一個式子喔 Sign的x 加上 6分之7π 請問同學 Sign的幾度是1 你只要回答我 Sign的幾度是1 90度喔 所以這個交換是Sign的什麼東西 2分之7π 2分之7π 寫上去寫上去 我等你喔 所以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S加6分之7π跟2分之7π這兩個角度是什麼角 我靠 X加上6分之7π 乙 2分之π 來請問你這個數學上有專有名稱的喔 他們是什麼角 這叫什麼角 這叫同界角喔 把它寫上去 對吧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你的角度一定是相差360度的整數倍 因為你那個點在轉 你只要轉到同一個位置 對不對 因為他說2分之10π 90度嘛 所以這個傢伙不一定是剛好90度喔 他有可能是90度 再到一圈 再到兩圈 也有可能是逆時徵兆 有時候是順時徵兆 你懂那個意思嗎 反正我那個P點只要到90度的那個位置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會產生我要的那個對應的數字 所以你應該知道S加6分之7π跟2分之8是同界角 對吧 那我現在問你喔 那就代表說這兩個角度相減是360度的整數倍 S加上6分之7π 他可以看成是 2分之π 再加什麼 360度是幾π 2π 整數倍 所以這邊乘一個k 然後這邊強調一下這個k是一個什麼數 這k是一個整數喔 這樣你寫聽到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這樣子的x會有幾個 這樣x會有幾個 會有無限多個 因為這k是個整數你懂嗎 所以我們最後x寫出來會是多少 2分之π-6分之7π 我看一下喔 這是6分之3嘛 也6分之7 所以是負的6分之4就是負的3分之2π 再加什麼 再加2kπ 然後k是什麼數 k是整數 你看喔 你的x 答案有無限多個 有無限多個角度 可以讓他產生什麼值 最大值 欸把這寫在課本上喔 數位的同學要懂這個東西喔 哇 行不行啊 欸看一下看一下 可以喔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欸子媛姐謝謝 我們今天就先這樣 好不好 大家就先